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不再作恶人和客女,是与圣徒同国,是上帝家里的人了,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,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,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,渐渐成为主的圣殿,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,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 内容是这样说的,耶稣回到天国时,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, 他并没有指派任何一位信徒来担任他在世上的代表,而是留下十二位使徒。 于是,在这十二个人的基础上,世界第一个教会诞生了。 借着他,耶稣继续与世人同在,这样代表在圣灵的带领之下,这个人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基督徒,将会让世人看到耶稣的样子。 借着,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代表耶稣,因为人不可能具备他所有的特质。 不过保罗指出,如果弟兄姊妹能够合作无间,教会就能够成为上帝居住的所在。 聚集无数信徒的教会,比任何个别信徒更接近那位具备无限面向的上帝。 如果我们不跟教会一起工作,我们所传达的上帝形象,难免会带有个人的色彩。 一个人所形成的教会,反映的是个人的形象,而不是上帝的形象。 他很容易被人看出某个人的样子,而不是基督的美善品格。 我的意思不是说世上没有一个品格很像基督的人。 我确实见过很多基督徒,他们的为人是充满基督的兴乡之气。 只是一群人集结他们的恩赐和影响力,更能够全面勾画出耶稣的样貌。 这样,单一基督徒再努力也无法企及。 我们可以用独奏和整个管弦乐团的演奏来做一个比喻。 一个人可以演奏出极为美妙的乐章, 不过,他的乐迷很快就会认出他个人的风格。 因为每个人演奏的时候,都会带入他们自己的个性。 如果是一个乐团,就不同了。 很多的乐器和谐交融的时候,轻起来,就会比独奏更加饱满,气势更加宏伟。 而且反映出的,不是个别演奏家或者歌唱家的风格, 而是乐团指挥的个人特色。 我们的任务是要让世界的人注意到那位指挥。 当我们跟随耶稣的引导,把握他回来前的最后日子, 每个人都贡献一己之力。 一起照亮世界,这个目标就不远了。 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,拜拜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